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湾区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 大家好,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上次的节目和大家讲讲关于中国疫苗事件 这件事引起的风波不断 但这件事其中引申的影响 可能对于香港来说 亦有好处 如在中国内地爆发假疫苗事件后 其中的连大影响是内地家长 带同子女到香港接种疫苗 中间还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假新闻 香港政府因为要 太多内地人士到香港接种疫苗 所以要实施限制 但实在上 香港虽然在公立的医疗机构 会因应原来的需求来计算一般的疫苗数量 但在私营的机构来说 根本并无限制 唯一的考虑因素 只不过是 药厂的供应量 其实 内地人去到香港打疫苗的情况 在这几年 并不是在这次事件之后 才出现 过去亦都很普遍 因为香港所用的疫苗大多数都是外国的知名药企 进口 所以通常产品比较能够快投入市场 而且本身的招标形式和采购形式 都相当严苛 而且在注册上 亦都要很严格 所以 无论这些疫苗的产地去到哪里 都必须要在注册才能销售 虽然相对地 香港对于这些 违法药物销售的罚则 其实都并不是很高 其实都是罚款 最多是几万元 或者加上监禁 但是比例上来说 其实都不算是一个很高的罚则 但是 在相对地对于医疗责任的态度上 都能够给其他人 特别是中国内地的用家 充足的信心 从在香港 购买药物 到买奶粉 以至于现在打疫苗 可以说 这些都在在反映了 香港处于中国的典型优势 一方面 有一个地域上的优势 和很多旅游的资源 再加上 香港有一个相对 良好和可靠的销售环境 尤其是 疫苗安全性的认同等等 都在 去香港打疫苗 成为不少内地人 有时来到香港旅游 顺带的额外选择 事实上 很多时候 我们跟一些内地人 谈谈的时候 一直到今时今日 对在内地人的心目中 对香港 以及香港人 都仍然有 非常高的看法 在中国的眼中 香港是一个 西方社会 在中国的代表 而且大程度上 还是这些 西方优势项目的代表人 包括公平 自由 法治 而且成熟 有秩序的社会 再加上 本来 不是来自西方 而是来自于 亚裔移民社会的特征 包括 能干 包容 勤劳 有效率 充满成长机会 这些原来 都是香港的优势 并且得到中国内地人的 严善的地方 所以 再加上 这十几年 中国的高速发展 和慢慢 趋向于稳定的经济发展形势 道理上 香港的机会 其实很多 有一个 已经是 沉气的说法 香港 只需要 站稳基础 背靠祖国 建设一个 安居乐园的环境 就算香港什么特殊项目都不搞 仍然有足够的动力 以及来自中国国内的资源 去令到香港继续恩恩向荣 正所谓 世事难料 有时 正正在有这么优良的环境下 偏偏要做一些傻事 不知从何时开始 中国领导人 很喜欢用一个词 叫做折腾 折腾 通常 反过来说 不折腾 不折腾 开始的时候 这个不是太具体的词语 很多时候引来不少 中西的传媒 评论 不少的猜测 到底说 不折腾 到底是什么事 简单说 其实 领导人用语 很多时候 比较温和 我对于这个 所谓折腾的看法 坊间的用语 应该是 找死 或者 广东话来说 作死 或者是 拿来衰 世事的确 很奇怪 很多时候 问题的起因 和死因 都真是 拿来衰 正当 几乎所有的 内地人 都会羡慕香港人 拥有的 自由的程度 和人的权利 等等 但是偏偏 不少香港人 认为自己的自由空间 越来越狭窄 的确 如香港的记者协会 和 不少反对派的议员 都经常都说 香港的自由空间 越来越少 而很多人 也都 顺以为真 但是 我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 到今时今日 已经没有其他地方 比香港更加自由 最近 曾经有香港人 去到台湾 因为辱骂警察被捕 不知是否在香港 骂惯警察 还是以为台湾警察 听不明白 广东话 但是 他可能 应该心有同感 我以前 都以为 台湾自由第一 自从发现 原来去到 不可以 像香港那样自由 地问候 执法人员 台湾 已经跌落 第二位 其实香港的自由程度 无论左中右 东西方 其实都视为 南满 中间获奖无数 但不知是否 物极必反 还是有心人 刻意来捧杀 于是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使得香港的自由 更上一层楼 又或者 女女都说 香港的自由 部分自由 已被压逼 被剥想 于是 大家就要 极力争取 其实 在这方面 北欧国家 应该很有体会 他们 到今时今日 为了要令到青年 不要再把自由 等同于 随意冒犯 和攻击 就要将这个问题 转移到穆斯林移民的身上 并且要将他们 拒绝门外 由此 大家可以知道 自由这个演绎 其实 都不是我们 单单想到 可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么简单 所以 有一段时间 香港 就要 追求真 什么叫真 就是说 所有事情 包括了自由在内 都要追求极致 要求真 但是 情况 就好像跟欧洲相同 自由 再加上权利 似乎 就变成了 对抗 和冒犯的本钱 最近 香港其中一个 都很受重视的 就是 在违法占领期间 真普联的领头人 郑宇石的助理 张达明 不是经常 讲法律的张达明 是郑宇石的助理 他最近 出了一本书 爆料 当中 其中一个最近 刚刚说到的地方 就是 立法会议员 毛孟宁正 在建议占领的时候 冲入政府总部前的公民广场 其实当时的政府总部公民广场 刚刚才起好 而且就刚刚加回了围栏 当时毛孟宁正提到 因为现在有围栏做前景 如果影起照片上来 就更加有感染力 毛议员不愧是曾经做过电视 做过记者 所以 连时下的流行网络圆幻小说 也要说修真 原来搞政治运动 和写小说、写书、拍戏都一样 最重要是感染力 这几年 因为香港出现了不少抗中事件 包括反碎火 或者当时的蝗虫等行为 以及最近出现 辱话、鼓动、 港独的言论 对于内地人来说 毛疑对这些情况 表现失望 但很多人都认为 这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反应 就算中港之间的确是矛盾的地方 但也是可以解决 相反 有不少经常来香港的内地人 更加觉得 这几年香港的居住环境 和完全超越负担能力的高昂费用 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其中有些内地人都说 来到香港居住的确是一个抑郁的感 而这个或者 现在香港政府最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香港的房地产 已经发展到 K型的 账货就价 很大的情况 看着市民的入息 可能每个家庭收入 大约是四五万元 于是可以负担的公楼费用 大约是两万元 从这个数字 就计算回头 出来只能买一个最多 大约是五百万 六百万的单位 从而 搞出了多纳米楼 即是面积 只有一两百呎的公寓 这种形势发展的确是非常不利 所以香港政府也搞出了土地大辩论 期望可以解决这个土地供应的问题 但现时香港 似乎需要更多的是行动 而不是讨论 所以怎样打破目前这个作死的困局 才是香港特区政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休息回来继续大家时事观察